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名字是 人迹没有那么复杂 性冷淡就对了 作者秦桑 前段时间 看到一个知乎热门话题 你的微信中第一个拉黑人是谁 除了拉黑微商 拉黑前任外 还有的是拉黑闺蜜 朋友 甚至亲人 在回答里有一句话 戳到了我 与其相是傻逼 不如相忘于江湖 就因为这句话 我终于鼓足勇气 拉黑的大学同学 我跟他认识了近十年 上学时就没有怎么说过话 顶多就是偶尔 在朋友圈说上几句话 甭想就这样不嫌不淡地相处 做个点赞之交就好 没想到这姐们 竟有点惹人厌 看到我去澳门 立马发了一个购物清单 让我帮他代购 等我忙忙忙里抽空买完 带大包小包另回广州 他却说不要了 最近手头有点紧 东西不要就算了 没有道歉就算了 他进来还时不时望 我什么时候再去澳门 把他拉黑后 我瞬间感觉世界都清静了 眼不见心不烦 虽说把人拉黑不太礼貌 但我只想说一句 余生那么短 没必要为不喜欢的人浪费 我们的时间 经历感情都很有限 只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都要拼尽全力 实在没有经历 与不喜欢的人斡旋 可我知道 很多人都根本做不到 要么就是被旧情羁绊着 要么就是被情情羁绊着 羁绊来羁绊去 总是没法 痛痛快快给自己做个了解 在知乎上 曾看到一个匿名网友 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跟表妹一起在大城市打拼 一起合租一起逛街 关系相当不错 原本一切都挺好的 直到表妹男朋友 开始向他借钱 借钱的说辞都很简单 无非就是要投资 手头紧 再个礼拜就会还 直到女孩刚工作 没什么急需 两人就怂恿她借网贷 我会按时还钱 你放心就好了 碍于情面 也出于对表妹的资助 女孩就傻傻乎乎地 搬了信用卡下了APP 这一届就像打开了 潘多拉的盒子 欠的钱越来越多 他自己一分钱没花 反而年纪轻轻 就背上了几十万的债务 想让表妹帮自己追追债 结果对方轻毛淡写地 说了一句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自己需要吧 就这样子 女孩只忍自己一块钱 掰成两半花 一个人默默在晃债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女孩有很多次机会喊停 告诉表妹自己 不愿意透支 未来借钱了 但在一次次纠结中 重视念的皱情 才会一次次妥协 深陷其中 在生活中 像女孩这样的人 不在少数 我也对关系 他们付出了很多 就算最后被对方坑了 还是不会跟对方撕破脸 但很多时候 我们哪里知道 你念的是旧情 别人却在靠旧情 来绑架你 如果你还念着旧情不放 对方非但不会心疼反悔 反而会变本加厉 占干你最后的价值 旧情散生 那也属于过去的时光 我们不仅要过好现在 更该过好未来 所以当遇到那些 打着感情牌里 有你的人 果决一点 该远离就远离 除了念旧情 更多人是因为人情 才会做妥协 在圆桌派里 马卫都讲了一个 这样的故事 朋友爱好收藏 一定看拍卖节目的时候 看到自己收成的对联 那部对联 是他花了两万多买的 一直都在书房里 放着好好的 家里没订贼 也没人拿去拍卖 他赶紧就报了警 经过警方一调查询问 才知道这是家里的阿姨 拿出去的 重点是这阿姨 拿出去的不止这一件 朋友很生气 本想直接起诉 让他好好坐几年坐牢 反省反省 可他转眼又一想 这阿姨是自己家 亲戚亲戚的亲戚 关系虽远 但要把他弄到脊子里去 以后肯定耍不了麻烦事 估计会有一大群人 不停地上门说情 劝解调和 最后朋友也只能 咽了这口气 在立案之前撤了案 中国人看中人情 为了大家面子上能好过 很多人就不断地 退让退让再退让 结果我们苦巴巴 维护的人情 有时候却会变成笑话 有多人就仗着 大家都看中人情 做起事情来 真的一点都不了解 人情是他们的杀手锏 他们能表面上 跟你笑嘻嘻 背后却盘算着 如何能温柔地 载你一道 遇到这些人 千万就别想到 什么人情了 你越是考虑人情 你越容易变成 他们鱼锅上的鱼 中国有句老话 人情留意线 日和好相见 中国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 在过去只要你有认识的人 做事效率都绝得高 去医院不用排队 直接去看专家好 买火车票不用排队 直接给钱买票 办事不用端跑细跑 直接进去就改章 在电视剧 北京女子图件中 就有这样一个情节 在北京打拼着乘客 因为公司要去国外度假 于是专门请假回家乡 办护照 原本以为 涉及20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 却硬生生拖了好几天 理由就是 办事的人故意退着不给办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找个熟人的熟人来帮忙 在各种好说歹说之下 办事人员才不情愿地办了这 找熟人办事速度快 就因为如此 更多社交关系 并不是建议在感情深入的基础上 很多都是在价值的基础上 为了日后能够多个人 卖多条路 多少人都是一边嫌弃一边靠近 内心一万个不情愿 脸上却堆满了笑容 但现在社会都如此便捷方便了 哪怕你身处一个陌生的城市 谁怕没有一个熟人照样能过得好 就像陈可耀般的护照来说 现在他根本不需要再回到家乡 找熟人才行 只要到任何一个 办护照的地方 都有一个全国国通通道 根本不需要认识那里的人 就可以十几二十分钟搞定 一个社会的进步 是逐步从熟人社会脱离出来的 我们哪怕不需要很广的人脉 同样也能办成事 在熟人社会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人情成本太高昂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网友搬了家 亲戚就说要送他一个三开门的衣柜 网友本打算有火车拖映过来 亲戚却说没有必要花那个钱 他认识一个司机 可以把衣柜直接送过去 司机把衣柜送来后 看到离如生不远 最后说想去如生玩一圈 网友一听就只能说去做陪 最后在如生玩了一圈之后 司机开车就走了 网友一算门票 饭钱等花销 好家伙 这钱比火车拖映钱还贵了三倍多 花钱就不说了 这还欠上司机的一个行人 以后还得想办法还 很多时候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千万不要想着靠人情来解决 因为人情在最难还 他难就难在人情 这也没有办法炼花 即使经济上清长了 人情却没法还清 在电视剧激情人设的随意中 就有一个这么一个故事 史光荣因为吃百家饭长大 当在部队手掌后 很多八干子总是打不折的 精心折腾来办事 理由就是 滴水指恩丹 有权相报 帮儿子早工作的 家里给房子借钱的 甚至还有的一来 就住几个月不走的 人情最难还清 倾庭的人心会有亏欠感 出手帮助人 内心又会有期待感 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办法 很好的处理好 亏欠于期待 那么两个人的关系 天平就会发生清闲 两个人的关系 就会处于不平等 人生就是一个旅途 一路上我们会遇到 形形色色很多人 有人陪我们哭 有人陪我们笑 有人教会我们成长 有人让我们一生难忘 不管知识人 以什么样的形式 参与到我们的人生 当该说再见的时候 没有必要 非得用教情 人情 价值等等因素 来束缚自己的选择 高级的人生 都该学会 给人生做好减法 说良心话 人情这个事情 从小到大 小话的耳朵里 都快听爆了 哎 一堆一堆人情 比如说小时候 我知道的 老家的亲戚啊 什么远方的亲戚 三五步时 就在家里借钱 说我爸爸 从农村考出来 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不然就只好 爸爸帮忙找工作啊 因为条件 可能下条件比较好 可是小时候 我们不懂 现在我们就懂了 总觉得 我们家条件好 关你们家什么事 我们指的亲戚 我们一定要帮你吗 然后有的时候 妈妈就会说 人情关系啊 他们欠我们人情 又帮我们忙 可是时至今日 我还是跟我妈说 拜托 人家给你的人情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又不是 欠人家人情 人家欠我们人情 但这些欠我们人情 最后这么多年 还过我们人情吗 包括借钱 包括人情 真的还过吗 他们只会变本家了 因为你帮忙 他们认为 你条件比较好 就会要你帮忙 你帮忙 就是你不厚的 什么滴水之间 有权相报之类的 我讲真的 滴水之间 有权相报 对 你可能没有 让我饿死 可是要帮忙的程度 还是在自己 有能力的范围之内 而且帮太多次了 你到底欠你 多少人情 因为又说 你认真想一想 我今天的地位 我今天的努力 全是靠自己 没有靠你 就像我妈妈会说 如果我要结婚 那我请客 请客就要请谁谁谁 她当时有包红包 他们结婚有包红包 他们要把这个钱收回来 就是把人情关系收回来 我跟我妈说 我要结婚请客的话 请家里人就好 没有必要请别人 我干嘛要请他们 我也不是偷偷默默结的婚 我办个婚礼 我还要特别请他们 为什么 凭什么 我妈妈原来的态度 是觉得说 要把钱收回来之类的 事实上虽然不会 但是我就会说 怎么样 我事实上过得好不好 还是如何 是他们养我 还不是抱我 我妈妈就会说 有他们小时候 可能要给你好吃的之类的 就给我口吃的 我就要请他 我还敢还人情 我欠他什么了 我长这么大 是他养的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旧情 还有人情 这种东西 真的太过复杂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 在这个上面有一个 就是很正面的去 怎么讲 去拒绝一些 没有必要的人情的话 你会觉得 你漫天都是 有人情纠结 然后让你 痛不欲生 尤其是像我妈那种 我爸那个 很好的同学 他想要结婚 那就开考虑 要包多少钱才好 包多还是包少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我像就挺好的 因为我跟我同学 关系就一般 也不是一般啦 大家个性不太一样 然后环境不太一样 包括因为 我是要离他们特别的远 他们不可能请到我 我就没有所谓的 他们有那个 那个红色炸弹 什么请客要 给包红包的困扰 我至今都没有 甚至我当时 还没有离开 之前工作的时候 他们给了请天嘛 然后到真的要去的那一天 又没有人跟我说 你要不要去 我是真的很不想去 我就考虑了 一我关系不是很好 二那时候 我薪水不是很多 三而且跑超远的 我一点都不想去 最后我就当做 没有这件事发生 就没有去了 可是我很开心呢 所以我觉得 关于人情这个部分的话 真的要 好好的思考 有很多人 人情你必须拒绝 因为你不拒绝 你会难受 而且你会承担 很大的代价 有些人情的关系 如果你觉得 他一定要帮 那你就一定要去帮他 因为人家真的 曾经帮过你 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 其实这个话说起来是好的 但真的做起来真的很难 所以希望今天的文章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最后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